楊敬敏 球被撥了一下 艾夫波抄到這一球往前場衝 來個地上籃得分 一個不小心喔 外圍盤球占交給曼妮高 在中路地帶這個skyhood 球爬進去了 利用個人的能力 大壽司 帶了一步 這次的傳球力道有點大 這盤球就回來 李維廷 wide open 鼓手 三分線外 鐵板燒師傅上攻了 非常理想 艾夫波 空中拉桿 插板球進 利用高位的并貌 其實撕裂防守的這部分做得比較少啊 都是外圍的投射居多 這也蕭帥益有啦 蕭帥益今年的三分比 一個插板球是有練刻意的 我相信是 楊敬敏 突然急停 這個球其實敏哥已經發生了 後場發生失誤 對高國豪的transition 這次直接被擋下來 重新組織一個 艾夫波這邊想要在打敏哥 有 郝豪 在外圍兩次傳導 靠球來到加藍的手上 同事隊 高調到來底下 今天失誤是比較多的 所以讓工程師多了很多轉換攻擊的契機 艾夫波又是一技熟起刀落的外線 這樣 艾佑哲在今年賽季的單分比重率百分之二十八 下球往後撤一步 克拉拿手好戲是他的周伯波 跟防得非常緊 這一球裁判沒有享受 敏哥不敢置信 不錯 今天工程師的防守喔 哇 艾夫波喔 休了一個禮拜的 你說睽違兩周 再回到這個戰場 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不錯 佑哲喔 沒有人對上來就不客氣了 三分球進 好硬 周伯平在做外圍的Head Off 艾夫波 到球就砍了 阿伯救我啊 球 第一時間的高高調給滴滴 哇 這一個Air Supply精采 哇 小黑人這一個PKR 進攻點啊 搭起來是非常不順暢 對 外線出手來了 我利用一個非常漂亮的轉換編制 之後的高位PKR 兩名射手 目前為止是盧冠宣上場的時間 比較多一點 被放投 所以周伯勳來懲罰對手 伯勳的三分球 外線出手 還是偏 滴滴 再抓一個進攻籃板球 從進來壓到的犯規 競算加防 我這個球真的沒辦法 會不會其實跟心傷眼的 神經連到心那邊去就對了 這一球 靠近南空 拋進了 李威廷 記得上賽季的穆輪斯法型是辮子頭 對 那這賽季辮子就拆掉了 哇 艾夫婆的第四個三分球啊 35比14 兩邊差距來到20分以上 藍底下沒有人手上來 所以米歇爾就拿去 對 對 跟著現場 連緊敲起來 不好 就眼神做假動 再交給國勳 成功吃餅了 對 只有奧斯卡的 國王隊可能要在一些 進攻的隊形上 或防守上做一些辯證 左衛馬槍再交給外面的頭時機 帶著工程師進入這機 帶著工程師進入到了帝王時代 這樣子完全沒有辦法去 給工程師 在進攻端 現在就看如何 在進攻端去串聯啊 這個球被艾夫婆直接抄回來了 艾夫婆跳在空中把球擺進 艾夫婆看著自己的 要看清楚 找到最好的機會點齁 兵哥要來一對一 艾夫婆個人的單打翻身後仰球進 高國豪 一個不看人的傳球交給施妍中 艾夫婆後仰 挑逃最命中 太快 選擇艾夫婆 漫妮高原 很快的懷疑顏色 頂尖小羊 好機會 艾夫婆撲在地板上 這一個Luzo最後有肖順毅 阻擋到球之後 面對籃框左側放進去 球被點了一下 蘇天凱抄到球 再分給曼妮高 其實工程師 全球的去 不看人傳球反手打板 一個非常漂亮拿出來的 邊跑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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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菲跳在空中 AIR SUPPORT 哇大家 迷你哥 一樣在觀察隊友的位置 阿帕奇直升機 垂直起 還沒說我也聽了三次 跟卡總的難度 好像有更難的一些 喔 小黑 這邊應該就是在球隊的系統上 一些配合上 進攻時間跟比賽時間沒有差距 所以這一個巴掌 Bitter 蘇天凱把握住了 哇 半場打完 能投進這一顆三分球 對國王隊的氣勢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保百球 超抖一個地板給球 艾夫婆在塞籃底下 蕭俊毅左手上籃得分 今天工程師利用 國王的失誤 拿到的分數喔 真的是 CANIGO 個人擔倒 POL中打三 交給敏哥 總算是在三分線外 CANIGO 對抗的打把放短了 CANIGO POLYN MITCHEL SAND UP 漂亮的脫身 CANIGO 一個轉身再往外交 CANIGO 一個轉身再往外交 交給李維廷 三分線外 現在國王隊開始追分了 CANIGO 米歇爾 在這個位置觀察 再交給楊靜民 敏哥 突破到禁區 掉過了克拉分數 對 敏哥就是要這樣 趙順一樣 面對成潰的防守 球交給高伯豪 伯豪 才45度角命中 伯豪要交空來囉 CANIGO 往外分 CANIGO 再交給林靜 林靜綁到外線 是綁哥 球還是可以點了一下 國王的轉換快攻又來了 三千快攻 在這個位置啊 哇 現在 最後只剩7分差距了 這就是 大部分來自於 防守強度的加壓 那主要還是 工程師 掃了漢豬婆之後 得分的甘漢奇啊 那 這一波 好好的 找到好的機會喔 MANIGO 第一時間高調 藍底下 Tony Mitchell補進 GO 對 國王隊要把握住 這一波高潮喔 國豪 交給克拉 外線出手命中 對 這是贏58 那國王隊這邊就是想辦法 把克拉還有國豪這邊的 信攻點的挺住 哇 說著說著 怕出來的克拉又一個3分球啦 球啦 克拉個人連續命中 兩季3分 小黑又從後場超繞球 上籃得分 工程師連得5分 想必這一次萊恩教練 不會非常的... 球再交給高國豪 還有8秒鐘 再過發動 滴滴 外線出手 這一季3分球 重重 73比58 起碼射箭 投一個Rainbow shot 這裝位速 想要調給藍底下滴滴 小黑這把球救回來 中距離投籃 球爬進去了 小黑今天的表現還蠻撐直 第三節的比賽進入到獨秒階段 15分距離 Manigal 突如其他一個高拋 他再來就是敏哥在攻擊端的一些 火力的支援 這一次前左邊 加瑞選擇傳球 祖傳優 沒有忍住啊 沒有忍住跳啊 一跳就沒有斜防了 外線球手命中 Manigal Manigal今天是國王隊 第四節的比賽 雙方都還沒有開張Manigal 帶球差點出現失誤 在自己把球撈回來上來 誤導 Manigal今天已經 封下了28分了 冠璇 塞給滴滴沒人防守 這落側邊的下滑 防守竟然沒有人 直接讓滴滴滴滑了下去 出現失誤 高國豪在前場左手上籃 哇 那這一波打進之後 國王隊 沒有把球運好 一個飛撲 工程師 這一次前場快攻機會 再拿下分數 我今天比較不是 這麼的習慣 在這個節骨眼 國王隊只能用 單陽槍來應戰 所以安妮奎就很辛苦了 這一次補方 沒有 不要 沒有 楊晟銘 從外圍出手 凱進三分 現團去聊一下 如何 讓結尾隊在場上 可以有 更有效的一些 攻守的表現 是 哇 滴滴個人第三顆的三分了 李威廷有八分進張 包含兩顆三分球 不過此外 其他球員倒沒有太多的得分意見 在最後一排砍進 賽之後算是一個好的開始 高打板 球進了 曼尼高今天攻下30... 他也41歲了 那同一天生日的還有37歲的卡幣 哇 克拉 Too small 一場硬仗要打 張結尾的進攻籃板 來到籃底下插板得分 好笑 結尾 只是我球員比較少 對 沒關係啦 結尾又來了 Yes sir my man 是不是可以找蘇佩凱來個得分的機會呢 李威廷選擇自己來 但這一球拋偏了 看起來工程師在最後一波的攻擊 也沒有打算要靠近籃框 這場比賽最後的比數是97比79 工程師在客場擊敗了國王隊 那國王隊在吞下敗仗之後 戰績又要跟這個夢想家分享第一名的位置 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國王隊打得非常辛苦 後場缺兵少將 幾位主力後衛沒有打的狀況之下 全場出現了超過20次的失誤 也中下敗一 即便是第三節的比賽 一度把這個差距給縮小到只剩6分 但是這一口氣沒有按過去 就讓工程師站穩了順角 最後的比數是97比79